见张仪背诵的一字无诈 庞涓大事惊奇 连赞了几声 真是 真是啊 敢问张兄 五字兵书一共四十八张 张兄能否全部寄诵 张仪卖了个大关子 哎呀 哎呀 都是陈年往事了 能否全部寄诵 在下倒是不敢担保 庞兄可拿酒来 待在下喝个伴醉 不定就能送出了 庞涓二话不说 喝酒庞聪 端上酒窑 半坛酒下肚 张仪豪气声出 接过朱笔 趁着酒性 将四十八张一口气 写出了二十四张 推说累了 回府睡过一宿 复来庞府 又喝了半坛酒 将后面二十四张 是悉数写出 张仪所写 是庞涓 笔照着原文一字不落 抄写下来的 而且是全文啊 而庞涓 而庞涓所藏 只有前六张 且是他自己 事后一起的 庞涓对自己的记忆力 本就不是很自信 一直怀疑这六张 与原文有出入 今日得见原貌 渐渐溢起了 当年所超时的感觉 唏嘘未探不已 连呼快哉呀 张仪一边写 庞涓一边读 张仪写完 庞涓也就读毙了 由衷拱手赞道 张兄真乃奇才呀 相隔如此久远 竟能送得分毫不差 谁让在下贪福啊 哎呀 庞兄这已读到全本了 当可与孙兄一决高下了 成五愿也 不瞒张兄啊 在下平生执此一愿 就是成为天下第一兵将 不想先生 暗将孙五子兵书 授予了孙兄 让在下心生快累 由此输赛 在下这就重整五族 与孙兄建个真正 张仪赞了他一句 哎呀 庞兄定能胜出啊 在古中之时 在下一息记得孙兄讲过一句话 说是他先祖兵书上的 大义是上兵之法 在于不战而属于不战而属人之兵 在下欠以为是 其国之事 在下已有不战而属人之策 庞兄或可不必在江场厂司杀呢 这倒不爽啊 不过 庞娟略蹲了一下 轻声问道 敢问张兄 是何妙策呀 张仪耳语 庞娟听后 长息了一口气 握着拳道 好一个张兄 你这叫杀人 不见血呀 齐国营帐里 先因相邻失利 后因走脱了庞娟 而被田记连将三级 贬为偏将军的穆辛 与几个此时深接 皆高于他的心腹爱将 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 酒喝多了 舌头就管不住了 穆辛借着酒姓大发牢骚 说田记与邹记有私怨 今朝是借着乏味之机 公报私仇等等 并说活捉旁娟 是多大的功劳 自己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之所以避让是战马受惊 所有不忠皆可作证 穆辛越闷越喝 越喝越说 越说越闷 到后来干脆 将邹田二辅多年来 明争暗斗的老底儿 一窝全断了出来 听得几个心腹是心惊肉跳 几个人正自发泄 忽听嗖的一声 一剑飞来 直插在立杖的一根木柱上 隔杖有耳 所有人的罪意全都吓醒了 几个部将摇摇晃晃地追出了帐门 却连鬼影子也没见到 再回帐中 惊剑吓傻了的木心 仍旧对着那只飞剑发呆呢 一员部将赶上去 拔下箭 感觉异样 再看箭头 竟有机关 扭开一看 里面绑有一团丝绢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字迹 那将军却不识字 宁眉看了一会儿 将军快看 这上面有字 木心这也醒过久来了 审看一时 耳目呼得争得流远 一颗激动之心 是压不住振振狂跳啊 简信之人看出了异常 急切问道 将军 所写何事啊 不是大事 不过是一笔生意 木心将信函小心翼翼地 秀入了囊中 起身攻守 诸位兄弟 在下有桩锦士 这要赶往林姿 田将军若是问起 烦请诸位支应一二 木心当下带上了三匹快马 轮番骑程 连夜持奔林姿 尽得相府 长叫了一声 主攻 就哭到于邹记的脚下 邹记 长叹了一声 将他缓缓扶起 沐将军 权子之师 老九 已然知情 还要感谢将军 主攻 您请看 木心收住了枯 从绣囊中摸出了密函 双手奉上 走迹接过 起开月臂 倒吸了一口凉气 身子一慌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咧去 因为此书 不是写给别个 而是写给骑将田姬的 署名之人 是文明列国的公孙衍 书远 紫棋兄台亲戚 前寒西枝 相邻城南二十里外 华林 套索以备 专后也居 在下 已约正兄 与明日深时 隐居入韬 必处此居 以快武兄 在下所重 在意不在利 愁金云云 不足挂齿 西手 顿手 紫棋 西手 足迹稳住身子 一字一顿 声音似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紫棋 是田记的字 西手 则是公孙衍的绰号 沐昕已经站了起来 主公 令公子是被田记难死 活活害死的呀 走迹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我 我那受到陷害的 豪儿啊 沐昕不识时机的天油家柴 声泪俱下 主公 令公子受人陷害 末将浑身试口也解释不清啊 眼睁睁地看着令公子的 他被田记那丝 送往断头台呀 我的主公啊 如果不是此心 末将 哎 周记悲伤了一时 猛地想起什么 擦去了泪水 将公孙衍的密信 小心翼翼地 放到案前 反复验看 忽悠记起 公孙衍 在围秦乡的时候 向齐国 发过国书 让人寻出了 相府所存的副本 反复查验 字体 果实一般无二 眼前直函 是公孙衍 首书无遗 周记 再无疑虑 再着沐昕 进入信宫 当殿 嚎头大哭 见老相国 哭得这般伤悲 威王大是惊恶 周爱卿 你 这是为何呀 周记也不解释 悲弃一阵 将随身携带的包裹 置于威王面前 气败于地 我王 我王慈悲呀 臣走记 齐请我王 念及老臣 效忠 其事多年之轻 将此相印收回 领受圣贤吧 这 周爱卿啊 你这般说辞 究底是为何事啊 回禀我王啊 不是臣不想尽忠 是臣 不敢再尽忠啊 有人处心积虑 社稷害死了臣之孤子 下一步 必是设计老臣啊 臣 五十有六 尚有数年阳寿 齐请我王 守回相印 准云老臣 回乡一阳天年 留个全尸吧 威王听出名堂了 周爱卿 你且起来 有话慢慢说 周记从袖中 掏出了密函 双手呈上 臣之委屈 尽在慈寒了 威王接过信寒 眯眼神看 面色渐渐收尽了 良久转队内臣 找御使 御使来了 威王将密函交给了御使 眼看真伪 御使持寒而去 足足过有半个时辰 附入禀道 臣 验看 与公孙岩 守计 一般无二 说吧 地上的几年前 收存的 秦国国书正本 双手奉上 威王 略略摆手 你验过就是了 寡人就不看了 说着 威王转队 周记 周爱卿 你且讲讲 此寒 由何而来呀 周记 让内宰 传进了沐心 沐心进殿 贺泪走道 此番乏威 我王念末将东勇 是末将 主将左军 末将 既领左军 就当有权任用先锋之将 末将 试过邹号裁举 见其文武双全 兵法韬略 不在末将之下 是以破格认之 而且 也具表抱住了中军大仗 大军入宋 田将军 屯于定陶 使末将 引左军 围攻相邻 为强兵 皆在赵地 相邻虚弱 末将 予一举下之 田将军不许 令末将 围而不攻 只可在城下挑战 至宜兵 于城外临终 陈虽不解 仍一命布置 宜兵于城外 使先锋 于城下挑战 接连数日 卫兵 归缩不出 至第三日 政客突然冲出 二话不说 便与 邹将军 接战 却不敌 邹将军 神勇 落荒 败走 邹将军 引军 追击 不想 却入了 公孙衍圈套 末将文报 感觉有诈 急急引兵救援 却是迟了 远远望到 邹将军 身陷重围 仍在浴血奋战 末将引军杀入 不顾一切地 救出了邹将军 因对敌情不明 未敢恋战 反身回营 起料 致营不久 田将军 就赶到了 二话不讲 将一身疲惫 尚在帐中 休息的邹将军 神捆缩绑 押入定投大战 末将闻讯后 鸡驰定投 恰好看到 邹将军 被刀斧手 推出帐外 押往原门外 斩首 末将不顾一切 入帐秉轻 田记不听不说 反将过错 推在末将身上 说是末将 善用先锋 酿下大错 发令斩杀末将 幸有军师孙斌 为末将求情 田记不好逞强 方才作罢 但当场 免掉了末将的 右军主将之位 末将遭贬 受辱弃金 其威王听逼 吩咐御使 拿来了田记战报 详细的阅读 见时间 地点 事件 细节等 皆与沐心 所言吻合 不过是解释角度 完全不同 面对铁证 威王信服了 威王 洞小田邹 二人不合 只为料到 田记竟敢胆大如此 不惜拿六千远征将士的生命 以泄私怨 一时气的 嘴唇哆嗦 好生安抚过邹姬 着内载赵令田记 即刻返回林子 入宫请罪 田记为齐国远征三军主将 朝廷忠臣 寻旨查办的 非当政太子莫属 接到赵令 必将震惊了 紧急赵请 由张水会盟后 回宫复命的田英谋意 田英 私寸良久禀道 启禀殿下 臣以为 此事疑点颇多 身为副将 臣几乎参与所有决策 相邻为卫国匕首之地 是以成高持身 一手难攻 对其为而不攻 是孙军师远谋 旨在减少损好 安抚宋人 破魏王 召回旁圈 非为攻坚略成 与魏决战于相邻 就谋略而言 这堪称上策 田将军发令的时候 臣意在场 是沐昕率先请命 非田将军蓄意谋害 田将军为将 脾气刚直 用兵谨慎 爱兵如子 断不会为谢私奋 而视六千将士如草芥 何况田将军蒙辱十年 终得机会决战学耻 怎可能为战而先故意损兵呢 再说了 邹公子从军被沐昕破格 用为左军先锋 礼当上报中军 莫说是主将 臣身为副将 事前也是一无所知 臣与主将 都是在出世之后 方知邹昊是相国令郎 既然不知 谈何虚意呀 毕将一脸沉愈 二目盯在了威王 一并转来的所谓铁证上 是啊 可玉使艳石 此书却为公孙衍 首计